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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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是城市進步的象徵 搭著捷運去上班上課或外出逛街 其實都相當便利 因此有許多人都希望 自己的家附近就有捷運站 但如果現在即將蓋一條新捷運 大家覺得對居民的幫助大嗎 老闆你覺得附近如果有捷運的話 這樣對你們有幫助嗎 會 會有幫助 因為人潮會更多 可以帶動生意 如果說捷運再建起來的話很期待 是因為這樣交通會再更順利一點點 上班本來選擇要上班 開車騎車的民眾 他可以選擇搭捷運 這樣交通會更順暢 你希望家附近有捷運嗎 嗯 希望啊 那如果你有捷運的話 你希望捷運離你國際的 嗯 當然是越近越好 最好是在隔壁啊 這樣子上下班交房一點 嗯 又比較不會塞車 看來大家都很希望捷運 離自己家裡越近越好 那大家知道嗎 高雄即將要一條新的捷運了 沒錯 就是捷運黃線 高雄捷運從2012開通至今 雖然已有紅線 橘線 但搭著捷運能夠到達的區域 還是不夠大 對許多區域來說 還是不夠便利 因此當高雄捷運 即將有黃線消息的時候 大家都相當期待 相當興奮 高雄捷運黃線 預估將在2019年8月 正式啟動 這條全新捷運 總長有22.7公里 總經費約1440億 會以地下捷運的規劃進行 這條捷運黃線 預計會通過三明區 行星區以及鳳山區域 其中三明區以及鳳山區 都是人口數多的地方 估計在捷運黃線落成之後 將會造福一百多萬人 路線的話 這個部分是從這個 在鳥松這個地方 高雄市鳥松區 這邊有鳥松7機場 然後經過這個 陳青湖的這個部分 那陳青湖有 棒球場啊 長庚醫院啊 還有陳青湖風景區 然後之後沿著這個 本館屋到建公路 那建公路這個區域的話 它有蠻大的 建公的商圈的地方 附近有很多的學校 從建公路之後會轉到民族路 那民族路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接近到了石泉 石泉路就這邊 就接近到那個高一的 商圈的這個部分 那石泉這邊 又有我們的果菜市場啊 還有製紅池啊 愛國國小的這個部分 從捷運黃線來看 其中三明區的建公民族 這段是主要人口活動帶 生活機能成熟 等到戰口確定後 應該能讓附近居民出入更便利 如果我就住在建公或民族路口 到時我只要從這裡搭著捷運 就能到鳳山 也能到亞洲新灣區 不然也能轉站捷運紅線 局線 交通四通八達 聽起來真的好棒 不用再羨慕住在台北有捷運啦 現在在高雄 只要挑對地方 我也可以把捷運 當成我的交通工具 想去哪就去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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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